不少女星曾在电视剧或综艺中,换上清纯的学生服造型而上了热搜,像是杨幂、赵丽颖,到现在依旧少女感十足,逆龄生长的童颜与学生服也零为和,而赵露丝在偷偷藏不住,也将首次挑战校园剧,先前路透图出来时,更是引起网友暴动,实在太有初恋感了。 以下为微博票选,最具校花感女明星Top10,赵露丝第7,苍蓝绝于书欣第5,冠军打败杨子,赵丽颖,于书欣在录制青春有你20,就有穿上学生制服,私底下,她也很喜欢穿着学生感的水手服等服装,所以,网上有不少她的学生服造型,迪丽热巴去年在你是我的荣耀与杨阳,再次穿上校服,也是在网上引起热议,校园男神搭女神的画面, 真的太美好,而且,迪丽热巴穿上校服后,真的很可爱甜美,美度也是校花等级,只能说当时的于途,怎么能忍心拒绝晶晶啊,网票选最具校花感女明星Top3,赵丽颖,赵丽颖去年出演张杰的MV值得更好的,穿上校服后,也是引发网友暴动,完全看不出已经33岁,长相超级童颜, 清纯的气质在搭上少女感,成了很多人心中的校园女神,还被网友形容是,吃了防腐剂,才能这么无为何吗? 网票选最具校花感女明星Top2,杨子 同星出道的杨子,虽然电视剧的作品很多,但却都没有演过校园剧,因此,也有不少粉丝在敲碗杨子的校园剧 不过,杨子曾在女心理诗中短暂穿过校服,清纯可爱的校服造型,少女感十足,也获得不少网友的好评 网票选最具校花感女明星Top1,沈岳 沈岳虽然不像刘亦菲,迪丽热巴那种美貌令人惊艳的类型,但自带甜美可爱的魅力 穿上校服呆萌又讨喜,也深获粉丝们的喜爱,被票选为最具校花感女明星的第一名 而沈岳的气质,也非常适合校园剧,在《小美好及我的反派男友》中的校服造型,更是堪称经典